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者智慧 Ringo Sand 今天我們和大家講一下 Markham 最東邊的社區 Cornell 可能大家會問 為什麼有這麼多區不講 一定要講 Markham 最東邊的社區呢 不如我們看看究竟 Cornell 有什麼好處呢 Cornell 的地理位置 從西邊講起 由九階開始 到東邊的 Donald Cousin 和 Rizzo Road 以至南邊的 Highway 7 到北邊的十六階 而區內呢 通常都是以中密度住宅為主的 區內大部份是以百嶺為主 而當中有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二十是華人 因為區內其實可以報行到醫院 學校 和社區中心 而單單的上班一族呢 可以搭 Go Train 在2017年7月的時候 在非凡網時間 Col Train 是一個小時一班 而繁忙時間的時候 是二十分鐘一班 不如我們大家看看區內究竟是什麼情況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 Cornell 東北角這塊地皮 這塊地皮 我們名稱為 Upper Cornell 在2015年三個 Builder Aspen Ridge Country Ride 和 Regal Crest 一起起 而在2017年 Upper Cornell 終於完成了 而這一區 通常以 Townhouse 和 Detach 獨立屋為主 我們現在看看 用料最常成 室內設計最好的 Regal Crest Townhome 為何我說 用料最常成呢 就是因為 Regal Crest 在這一帶當中 所有的牌屋 是用磚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用 stone 去建這間屋 我們大家看看他們的門窗 任何東西 都是配色 都配得很漂亮 好 我們現在看看這間屋 我們現在看看這間屋 這間屋是以白色為主 由於它九尺樓底的關係 所以日頭已經有很多陽光 我們再看看一個 Family Room 好 之後便會直接進入廚房和客廳 業主在入貨前 加了Pod light 所以無論是日頭和晚上 都是很乾晚的 這個客廳總共有180呎 而放一張很大的L型梳化 都完全沒有問題 好 我們看看這個Dining Table 在一個飯廳裏面 而在一個1945呎的Townhouse裏面 放一張綠營的飯桌 是卓卓有餘的 好 煮成就看完了 不如大家看看樓上 我們看看這堂樓梯 這堂樓梯是用地板 木 和鐵桿 我們再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大概有300呎左右 連同一個walk-in closet 連同一個walk-in closet 我們大家看看樓上有兩間房 一間超過120呎 另外一間是超過100呎 足夠可以放兩張小朋友床 大家看完樓後 是否發現我的車應該排在哪裏 其實車房在後面 大家看到車房旁邊 亦是容許你泊車的地方 大家看到剛才那間房屋 覺得如何呢 其實區內的格格 已經做出輕微的調整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打電話給我們 好 請問一下 左邊 來 右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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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